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景田和张继科是怎么恋爱的?这要从一年前的情人节开始说。 景田和张继科终于公布了恋情。 为什么要说终于?在轮番实锤之后,抱持沉默的当事人总算是公开认外了呀。 人家选择公布恋情的时间是7点21分,刚好是景田生日7点21的数字,玩得六道飞起。 娱乐圈的小情侣赖么多,像景田和张继科这样暗戳戳秀恩爱的却不常见。 比如张继科在节目中随便就要秀个K Love Tea,当时乙旁的小伙伴就猛了。 当然粉丝的解读是张继科爱乒乓球,Table Tennis Ball。 张继科不仅是个球手,还能配合时领节气卸仓投尸。 社交平台借小兔子传情,行程撞车等等都是满满都是狗粮。 直到他们俩被拍到同返酒店,在车中拥吻后,所有人才后之后绝集中生意。 于是乎,不少人都在好奇,张继科和景田的故事应该从何时追溯起。 老阿姨仔细算了一下,大约最早能从2017年2月14日开始说。 那一天景田突然宣布自己是单身狗,这瞬间就引起了多少人的八卦心。 被誉为东方神秘力量,景田背后的神秘男友一直指在传闻中让人好奇。 他2014年接受采访时,大访承认过得到男友的支持,是他努力向前跑的动力。 突然说到单身,景田的这个节日祝福无疑是正式回归单身。 而他随后接受樱桃军的采访时再次印证了自己确实已经告别恋爱状态,当时还说到期待爱情,并希望能够尽早结婚生娃。 EMMMM,后来,景田那条单身微薄的配图就被发现是和张继科穿的一丝情侣衫。 当然明星们穿爆款装衫机率大,但是也算是有了交集和发展的可能性。 然后去年11月,就有网友爆料在普及岛偶遇张继科和景田。 原本看起来并无交集的俩人就瞬间拽在了一期。 大家发现,他们俩前后脚都发了伸出海边的微博,景田的微博里发了两个游泳圈面对面的小心心图。 即使景田和张继科穿爱的方式在网友偶遇之前就开始了。 一只都不是特别爱卖萌萌的景田在去年11月开始就陆续晒图,配文有没有想我。 还会更加直白地说想你的兔子。 而张继科闪现评论区,问主人去哪了。 这就是打行马俏的模式了。 在另一方,贵为小藏熬的张继科自从被网友邂逅,于景田游海边之后就开始变得温顺成小奶狗了。 发个喝茶的微博,结果被发现屏幕里是景田出演的大唐荣耀。 海北网友发现是第19集38分16秒。 过新年时,还预告相信有一些特别的人,会在来年一直陪伴。 两个人你来我往的暧昧算是吹淡可破。 连引证,张子怡都陆续加入帮助公开的大军。 Whatever,当事人就继续低调的小幸福,被发现一起看电影了。 但是,张继科还把受伤的脚放在景田的凳子上,小动作都是蛮温馨的。 没多久之前,大家还发现景田穿了张继科的队服亮相了。 所以,景田宣布恋情根本不意外,来来去去的酝酿已经有一年多。 当然,意外的是他的MR rights是张继科,因为外界对于他的另一半猜测有太多。 然,如今的景田不再只是存在于大片中,无论是素颜洗脸还是亮相真人秀,拍电视剧,他以靠耿直girl的性格疯狂圈粉,显露出以往大家不曾看到的小女孩的一面。 这样看来,他大大咧咧的性格完全就是张继科的菜,毕竟他的爱豆是谢娜呀。 。 虽然景田距离张继科老低定下的身高168有一厘米的距离,但这组横跨文体的情侣还是相当养眼的。 。 如今马龙都当跌了,景田一年半前就放话想要结婚生娃,张继科可能也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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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